一旦一個族群是 全類族群一直在漲的 那告訴你是什麼 這個趨勢是真的 大家好我是黃世聰 歡迎收看本週的 聰明理財大小事 那本週我們就來談一談 AI人工智慧的這個熱潮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佈局 下一波的財富 那當然在一開始之前 我還是先跟大家 略微 簡略的報告一下 最近股市的這個狀況 那目前呢 股市是面臨一個所謂的 多空交戰的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從4月開始 美國跟台灣呢 都進入所謂的財報的密集的 公佈的這個時間 那根據目前為止呢 美國的 各大研究機構 還有各大這個財經媒體的 預估裡面來說的話 金融股是打頭震 但是金融股看起來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受到這個 SVB 矽股銀行的這個倒閉 然後包括說像公債的問題 等等的問題來說的話 對於第一季的美股的這個 金融股來說是不太好的一個狀況 但是不是只有美國的金融股 根據市場的預估來說 美國的科技股在第一季呢 似乎也是表現的不是很好 所以整體呢 接下來可能要面臨到 整個財報都不是很好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美股會有怎麼樣的反應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需要觀察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市場關注的焦點 因為本週呢 12號呢有美國的CPI要公佈 就是美國上個月份的通膨數據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要公佈 聯準會的會議紀要 那這裡面來說當然就會講到 所謂的未來利率的這個方向 我們要其實目前為止 美國的通貨膨脹CPI呢 是有降溫 但是降溫的速度呢 離這個聯準會的目標值 二還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 那所以呢 這個禮拜公佈的CPI數據就相當重要 這是攸關接下來的 美國聯準會怎麼 因為美國聯準會下一次開會時間 是5月3號 在5月3號之前呢 這就是最後一次的通膨的數據 那通膨數據怎麼樣呢 可能會攸關到 整個美國接下來的股市的這個行情 那目前呢 主要是市場上的預估呢 跟聯準會的預估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其實目前為止 聯準會的說法是說 今年是絕對不會降息 而且他認為利率的這個中值呢 有可能會更高 但是呢 我們認為說 市場的預估確實不是一樣 我們為大家抓出一個叫做FedWatch 就是這個聯準會的這個預估圖 就是說市場的預估圖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預估圖呢 藍色的這個位置就是 市場預估的最有可能的位置所在 我們看5月3號那一次呢 他市場的預估呢是 約莫是在5 5到5.25左右的這個數字 那目前的聯準會呢是4.75到5 所以就是說升印碼之後呢 可能 6月也是這樣一個數字 然後就開始往下降 所以也就是說 今年的年底的預估的這個 最有可能的利率預估值呢 會來到4.25到4.5 那也就是說其實是一個下降的態勢 所以這個跟聯準會說 今年絕不會降息 但是市場已經把它 預估說會降息的一個狀況 而且 市場目前都已經把它反映在 這股價的這個 這個想定裡面 所以就是面臨到一個問題 萬一CPI公佈出來 跟整個這個這個聯準會的會議基調 公佈出來 跟市場預估截然相反的時候 那市場會怎麼反映 所以我才說 接下來一段時間 股市可能會進入一個震盪的這個區間 那尤其呢 我們看到聯準會的這個 資產負債表裡面來說 就紅色的這條線 他在這個之前因為 矽谷銀行爆雷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 資產負債表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收縮之後 又往上揚 但是呢 因為矽谷銀行已經稍微的這個降溫之後 欸 你看他的 這個資產負債表的線又往下走 所以似乎是市場的資金 又開始緊俏起來的一個情形 另外就美國的這個 技術面來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說 美國的稻窮 他的前波高點約莫在 34,000點左右 其實很難攻克 但是你可以看到下檔約莫是31,000點 也有一個大支撐 所以現在似乎是一個 以31,000點到34,000點的一個區間震盪的格局 上檔很難突破 那下檔目前為止也沒有跌破的一個狀況 同理納斯達克也是一樣 那納斯達克在上一波的大概 約莫12,100點左右的這個位置呢 其實在這邊震盪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甚至連去年的8月的這個月末是13,000點 他目前為止也沒有越過 所以看起來的話他目前的震盪格局也沒有改變 可能短線是一個12,500點到 11,000點左右的這個震盪局面是沒有變的 所以我才說接下來還是一個震盪的格局 可能要有重大突破 可能要等到聯準會的相關的數據 或者說聯準會真的要掉頭的降息 可能才會有一個突破的這個狀況 因為現在面臨的倒是一個經濟衰退的這個壓力 大家可以看到說其實 最近一段時間剛好我們台積電也公佈了3月的營收 那3月的營收呢是1454億的新台幣 是創了這17個月的這個新低 那也就是累積呢他第一季的營收是5086億 低於市場的預估 也低於他之前猜測的預估 所以呢台積電的財報告訴你說 接下來一段時間 恐怕第二季也不會太好 當然最快時間要下半年才會好轉 所以股市可能會面臨到一個資金面的一個景竅 然後加上說這個所謂基本面的一個收縮的這個局面 這對股市來說可能都會一個震盪的這個局面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 目前為止缺乏真正的所謂的大主流的這個股票來驅動 我們知道每一次的市場呢真的要有一個大方向 都有一個大主流 譬如說像在這個前一波2020年的這個 股市往上漲的過程裡面 當然就是防疫概念股啦 然後後來包括說像電動車等等帶領這個風騷 甚至是很多的科技股帶領風騷 但到目前為止來說缺乏一個大主流來帶動 或是大趨勢來帶動一個股票 不過我認為說其實 在目前整個股市偏向震盪的局面裡面來說 我覺得反而呢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說一些真正的方向 在目前為止慢慢的浮現 那這裡面大概有幾個方向 我覺得還是不會變 一個就是所謂的電動車 我們要最近一段時間呢 特斯拉又調降了在美國的售價 那似乎是要引爆下一波的這個商機 但是這個引爆出來之後 才會有股價有所反應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一直在講到的 AI人工智慧這一塊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前一陣子呢 美國的這個Google 或是美國的這個微軟有推出 這個包括OpenAI 或者說像BAR的機器人之後呢 事實上中國呢前一陣子這個百度推出這個 這個文心眼被人家說是落產 但是最近一段時間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中國對於AI的發展呢 其實並沒有停止 我們看到京東 京東是中國非常大的一個購物商城 他也說呢 準備在今年發布所謂的 京東版的CheckGPT 那他現在也準備要發發行 另外一個新的這個消息是 這個阿里巴巴呢 跟華為也準備要推出一個 AI聊天機器的 我們看到前一陣子這個馬雲 回到了中國 他第一個時間就投入所謂的 AI聊天機器的研發 所以看起來的話 中國呢現在正在急起直追 對 AI聊天機器人看來是今年 中美之間最重要一個發展的方向 但是前一陣子呢 AI聊天機器人的相關的股票呢 或相關產業受到市場的質疑 主要原因就是說像伊隆馬斯克 他原本是OpenAI的相關的這個創辦人 他就說要暫停這個先進AI的研發 因為他認為說有可能會影響到 未來我們人類的風險 那這件事情也引起了 包括說歐洲跟美國的注意 歐洲美國也有聲浪說 要停止整個人工智慧的這個研發 但是呢 其實在美國也有反對的聲音 美國認為說 如果我們減緩下來的話 那不是給中國崛起的一個好時間嗎 所以看起來的話 我認為說市場會有一些爭議 但是看起來AI的發展呢 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整個AI人工智慧 應該是今年中美之間 較近一個最重要的 誰也不讓誰的狀況之下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商機呢 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好那這跟台灣到底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都一直在講說 AI台灣的概念股 是比較偏向硬體為主 好那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一個消息 這消息是2017年的消息 這個NVIDIA宣布跟微軟 共同推出超大GPU加速器 HGX1 這一台機器 這是2017年的消息 那為什麼把它拿出來講 因為這就是 目前呢 這個NVIDIA跟微軟共推的 這個所謂的OpenAI 還有OpenAI共推的 聊天機器人 ChatGPT裡面用的加速器 那這個加速器 從2017年研發到現在為止 終於落地生根了 那這個當然會引爆 接下來整個這個所謂的 這個AI的商機 那在商機裡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呢 如果你看國外的公司來說 最重要當然就是 NVIDIA 這個輝達 還有微軟這兩家公司 那當然Google 可以一併來看 那如果回到台灣來說的話 我們知道 其實當初的這個 這個NVIDIA跟微軟共推 這個所謂的加速器的時候 它是把它放在這個 伺服器裡面的這個加速器 接下來就是一些 台股的這個狀況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說 台股裡面有一檔股票 就是6669的微影 實際上我們也曾經一直在 節目中跟大家分享說明說 這檔股票一定會有 未來有業績的這個成長 那果然因為整個 Chack GBT的這個 研發的這個速度加快 整個伺服器的需求大震 我們看到它今年3月的 營收創的新高 所以這幾天的股價呢 又來到了一個 歷史新高的這個位置 我覺得呢 這個公司呢 拉回可以留意 今年的業績 還是不錯的一個狀況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可以留意到說 最近期的台灣的一些大型股 包括說像 2356的音業打 或是說像 2382的廣大 這種估計大家都說是 電子五哥等級的股票呢 在最近期呢 就好像出現一飛沖天的這個態勢 或是漲不停的一個態勢 大家想說為什麼會漲不停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這樣的這個行情出現 那主要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呢 他們也都是接到 所謂的伺服器的這個大訂單 所以我曾經跟他講過一個一個心法 就是說 一旦一個族群是 全類族群一直在漲的 那告訴你是什麼 這個趨勢是真的 看起來的話 整個AI人工智慧所帶動起的 這個整個伺服器的浪潮呢 目前持續在席卷 持續在影響之中 另外一個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最近呢 可能投資人要留意的就是這個 因為伺服器呢 他在 整個建資的過程裡面 他需要大量的散熱 因為我們知道伺服器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他的這個 這個熱是相當相當高 我們知道說 其實像Google Google不是有來台灣 設這個所謂的資料中心嗎 資料中心其實就是 它裡面有非常大量的伺服器 那他設在我們台灣的 濱海的地區 包括像張濱工業區等等 那為什麼要設在那個地方 因為主要他要透過所謂的 因為當地可能比較通風 另外透過海水來冷卻 也就是說用這個所謂的水 海水冷卻的方式 那最近一段時間的確 在整個伺服器裡面來說的話 所謂水冷室的 這個所謂散熱 變成是市場上一個討論的重點 那目前呢 水冷室可能會未來呢 會佔整個這個伺服器一個 非常重要的比重 那目前為止台灣有在發展 水冷室的伺服器呢 大概主要有兩家 另外一個就是3324的雙紅 一個就是3017的這個旗紅 這兩家公司呢 在最近期 大家可以看到說 股價都是出現一個 一飛沖天的這個態勢 那當然因為 這個商機剛剛浮現 那以過去他們的散熱的成績來說的話 大概 都可以獲利10多元的這個商機 所以看起來的話 在整個散熱的這個商機之下 我覺得這兩檔公司 雙紅跟旗紅呢 也可以一併來留意跟觀察 他們後續的接下來的業績的反應 跟接下來業績的這個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其實伺服器 除了整個伺服器的主機 然後散熱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電源 因為伺服器的電源呢 需要用到所謂的大電源 那在大電源的這個狀況之下 在我們之前提到2017年呢 這個微軟跟這個NVIDIA 結盟的時候呢 當時呢 負責做伺服器的 就是我們台灣 這個紅海的紅白 他有去合作 另外一個還有一家做電源供應器的 就是光寶科 他去做這個電源供應器 那目前為止光寶科也是微軟的這個 伺服器的唯一的供應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過去 可能大家想到2301的光寶就說 他就是一個很扭很扭的股票 股價都不太會漲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今年呢 他的股價從這個65塊一路漲到76塊 也就是說他其實呢 走出一個不太一樣的這個局面 那為什麼走出不太一樣的局面 我剛才提到 他目前為止是微軟伺服器的 電源供應器的唯一供應商 那這個部分的大電流 因為要共同開發一些特殊規格 目前為止來說 似乎也沒有其他同業 能夠搶進的一個狀況 另外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 伺服器是屬於所謂高電壓的 或者說高處理量 他需要用的這個 所謂的銅箔就不太一樣 或是用的這個PCB 印刷電路板就不太一樣 那如果以印刷電路板PCB來說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的是 2368的鏡像電 因為他做的比較大部分呢 是所謂的伺服器這一塊 領域的這個板子 那今年的業績 當然值得期待跟觀察 另外一塊就是所謂的銅箔 因為銅箔呢 可以用在所謂的高電壓的 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國內目前做銅箔 做最多的 特別是在伺服器這一塊 為主的是在這個8358的這個金居 那金居來說的話 他切入這一塊領域 切入的時間也比較少 那加上說他其實今年的業績呢 目前看起來的話 上半年可能比較淡 下半年可以值得留意 另外還有什麼可以值得觀察 就是所謂的線性滑軌 線性滑軌就是用在 做在伺服器的這個外面的這個 這個滑軌 那這裡面來說的話 穿扶當然值得大家觀察 所以其實從伺服器 引爆出來的這個商機呢 是相當相當大 特別是用AI 那當然如果用在更上游的話 包括說像台灣的這個創意啦 或是說台灣的這個 四星KY都值得留意 所以我才說 其實這在目前為止 市場很混沌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領先去發掘 下一波的商機所在 下一波的商機 目前市場的預估 或是整體的這個看法來說 我認為AI應該是一個 非常值得大家觀察 跟留意的這個重點 那這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說從國外 一直到國內的相關的個股 那些把它都連結起來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過著急 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題材 也不是短線的題材 所以可能可以趁著接下來呢 假設股市進入一個 震盪的區間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逢低去承接這些股票 我覺得這樣應該會有 不錯的投資報酬率 好那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這個節目 那希望大家能夠從中間獲得一些投資的這個心得 那有更多的投資心得 或是一些相關的看法 我們下週再跟大家分享 那本週就到這邊結束 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